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们刚刚一直提到说你们的产业用地不足啊 你们附近没有任何适当的产业用地的一个部分 好 我不知道主管机关这边有没有办法理解一件事 就是有一个东西 有一个地方叫做桃园市桃园科技园区关塘区 邻近的地区 它的开辟率是多少 54.6% 桃园市的环保科技园区 它的开发率57.8% 桃园市大潭滨海特定工业区 61.6% 它的开辟率高吗 大概六成或六成不到 六成跟六成不到 也就是说闲置的一个空地大概有四成左右 请问你用什么样的一个说法来说服民众 说服需要被你们征收土地的民众 告诉他们说你们产业用地不足 你们有产业用地的击破需求 接下来从这样的一个闲置面积里面我们来看 我们这样一个闲置面积 你用这三个一个闲置面积加起来 它总共的一个公寝数是558公寝 你今天机场园区这边这一块 它的一个征收的一个公寝数是591.75公寝 其实说真的面积差不多 OK面积差不多 你没有告诉我你为什么不去选择 临近的一个闲置空地 你也没有去考量一件事情是临近地去 开辟率小于六成的这个事实 你这个案子明显的去欠缺了一个 征收的一个必要性 喂喂喂 首先我们那个先恭喜一下那个 詹顺贵律师 容认黄保署副署长 詹顺贵律师非常辛苦 为大家这个反方谋福利 所以说他现在容称了 环保署副署长 再及时我们来那个 恭贺那个王宝萱小姐 容认台北市政府主力 所以说那个 只要是缓对方继续努力 继续缓对的话 很快他们的位置就是你们了 所以说希望缓对方继续加油继续缓对 抱歉 不要针对个人的部分 做攻击 时间请暂停 然后另外就是没有发言 请不要 请不要独长 我们大概就是就事论事 不是针对个人的部分 时间继续 首先我要强调的第一点 就是说我支持那个政府机关的程序 因为反方代表常常会自动代表我们 我们曾经在那个坎夏地区的时候 有一些代表 反方的代表来讲的话说 想要这个一起大家争取福利 要求我们签名纳入航空城 大家一起争取福利 好了很多的那个村民不明就里的话 就已经签名下去 结果到最后 变成缓航空城 所以说如果说今天 偏偏就那个 乙方的代表的 或是反方代表的这个方式来讲的话 我们非常多的权益都被清换 所以说我们支持 政府的程序 我这边所要提出的 陳述的题目是 香港既有两条跑道 云云云并居高于桃源机场 显然桃源机场 现有用地并未充分利用 是否因提升既有设施及管理效应 减少石油土地 桃源机场与香港机场容量 是不可以用数字可以直接比较的 首先桃源机场有两条跑道 重点是它不可以独立起降 最大的起降容量每小时是50架次 香港机场是两条跑道 重点是它可以独立起降 最大的起降容量是每小时66航班 最大容许是168航班 台湾机场新建第三跑道是必要性 发挥现有机场设施最大功能 目前较迫切需求的是 增加过夜机品 需借由停机品的扩建 来满足其需求 二有效利用既有土地 三 将尽速完成机场主计划之修订 机场主计划修订 前两次修订 皆因执行阶段 受到极少数民反对的民意 上司的推广建设依选 直接影响到桃源机场营运支服务水准 将有碍我国国际竞争力之提升 且能影响台湾经济地区之成长 四 推动整面 道路整面 其助导航设施的计划 我们看一下大浦案 大家非常有名大浦案 它征收这么大的一个面积 产业专用区二十几公顷 它是需要群创提出 那个投资一项书的 不知道桃源市政府 我们附近地区的产专用区 有这样的一个厂商提出投资一项书吗 认为说这个法规的部分必须要做厘清 才会有后面的一个解释 所以第一个部分 产创条例跟督发督资计划部分 我要做个厘清 这是两个不同的一个规定跟前提 另外依据经济部的这个 产业用地革新方案 其实在北区的部分 在109年前 会有1200多公顷的一个 产业需求 那另外针对我们本府的部分 在我们招商单位这边 也有这个 也有目前有40家的一个厂商 有这样的一个投资意愿 并且有19家的厂商 有签这个投资的一个意愿 抱歉 谢谢 因为时间基本上是属于代表这个 你刚才说有40家 有签投资一项书吗 你这样就是回应我啊 你才是回答我问题啊 前面根本不是在回答我问题 你刚才说有40家签投资一项书吗 我现在先说明 第一就是说 这个程序上面 并不需要像产业床型条例一样 提出异象书 那这样的一个产业需求 我从几个面向来跟 又会说明 就是说在 经济部的产业用地革新方案里面 有提到109年 我们整个北台湾的虚地 是有1200多公顷 那另外 如果你要就我们市府本身 因为招商 航空城这个部分 不是只有桃园市政府 像经济部的投资业务中心 那个行政院的招商中心 也会有相关的案件 没关系 那我们这边是有40家的厂商 有对 航空城有表示 有投资的一个 这个意愿 并且签行19家 让他比较完整的手术 对 并且有19家 是有来做一个签索的 这个我来做一个说明 19家 19家还是40家 40家 40家有意愿啊 19家有跟我们签一个类似MOE 企业投资其实是要保障他的一个个子 不然可能会涉及到他未来的 他的影响 就是说如果你要投资这个区域 有提前让其他单位知道说 这个厂商要投资这个区域的话 请问土征小组将来要 要看这份名单吗 他需不需要了解哪些企业有需求呢 我们手上有这样的一个资料 但是我们必须要评估说 适不适当来做一个 好 好 我要讲 这个产创条例 有没有适用不同法规 没有关系 可是重点是还是要回到 我们产业专用区的必要性 必要性 究竟我们都市计划的产业专用区 难道要比我们产创条例的要求还低吗 我相信不是 我相信不是 所以我们一定要比它高 才能确定你的产业专用区的需求性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我们也非常清楚 到最后 这个我刚才说这个大浦案 群状就算签了投资一项书 到最后也是没有投资 所以投资一项书到最后也是不能确定 我们是不是真的有产业会进驻 这个部分也是要请我们 我们的虚地机关 我们台湾市政府 要提出更有力的 这个产业专用区的需求 跟必要性 不只是需求还要必要性 主席各位相亲大家好 第九小题 那即使展业专用区 却有征收土地之需求 是否已充分利用桃园市 及周边地区既有或闲置的工业用地 下一页 好 那大原地区工业用地 目前多数厂商愿意进驻 但是因为私有地主 习售不卖 厂商需求大 但土地少 顾价格短短三到四年 从均价五到六万成交到十八点五万 其坐落在那个航空城的 这是实价登陆的 的那个价格 十八点五万 因为需求少 需求大 所以说 供给少 所以说价格飙涨 你要叫这些厂商怎么进驻的下去 那第二个呢 在中 这个 航空城的南侧 那价格已经涨到三十七点九万了 这中工段 第三个 这南侃的那边 涨到已经四十一点五万了 这厂商到底要怎么买的下去呢 要怎么进驻的下去呢 那总结合法的工业用地取得不欲 要生存 会选择一般的农田 田中间去用农地去盖厂房 那污染更严重 一定是污染这所有的农地 更加严重 好 那以台湾工业用地与服务资讯网 民国一百零五年一月十一日统计资料 目前桃园市编定工业用区 工业区仅剩二十八点四七公顷的零星土地 为实际使用 闲置比例约0.93% 航工程公司回复目前累积的招商一项 厂商高达数百家 有加速开发的必要性 那上面的可租售面积共一千两百七十三点八九公顷 以完全租售工厂商使用 好 那这是行政院环保署的 得乐网站 公告的网站 那上面呢 就是我们目前大圆地区的所有的 这个污染的农地 那农业区与工厂夹杂 农地已遭受大量的污染 均无法安心种植作物 附近农民担心农地已遭工厂污染 多数人均未种植作物 一定要统一划设产业重用区 以立台湾竞争力 那目前呢 我们的农地高达一千两百零八笔 你要工厂在田中间 然后呢 又不划设统一的一个开发的一个 一个相关的产业 然后呢 又要说要保良这个农地的 呃 优良的农地 我觉得这个就不可行的 好 这上面的那个资料 大家参阅一下 考量于有限空间内 发挥最大的土地使用效益 以及桃园地区缺水问题一律 以3D一高低污染低耗能低用水 高附加价值原则 作为产业引进的手 要指导原则 那我这边有几个问题 因为现在还有这个时间啦 那 我要跟大家讲的就是说 我们大员啦 早期年轻人啦 都是 人口外移啊 出外找工作啊 因为我们这边实在真的没有就业机会啊 现在好不容易有机会了 我们当然是要跟流大员嘛 我们这个 那反对方呢 很多都是外地的 好 亚马破坏完 拍屁股就走 亚马就升官 好 那地主你们的子女的前途怎么办呢 对不对 那第二个呢 反对方针对政府的这个计划书喔 挑了非常多的毛病 好 那 那 为何不载自己的 三十瓶换 换成六瓶的这样子的一个文宣 去挑毛病呢 为什么 需要回应是不是 确定 好 那麻烦那我们就开始 我就对你的问题回答喔 我反对韩公子 但我不是反覆监定某的人 你说的 什么三十瓶换六瓶 我从来没听过也没见过 我今天从头到尾就是听到 甲邦一直在讲这个问题 即使在误导民众的是假方 不是警方 暂停 暂停 好 谢谢回应喔 那说他们否认 他们否认 好 抱歉 那各位不好意思 我们还是要 因为会议还在进行 会议在进行 那所以这个部分来讲 就是说他们 否定说 这个部分是他们的 那 后面部分就麻烦你们 你们 一分两秒 一分两秒 就他们已经否认了 那这个我们都会记在会议里面 主席 各位 相亲大家好 首先我觉得我刚刚 發言的时候 情绪有点激动 向主席及 甲邦的代表致歉 那我也希望说 甲邦代表能够尊重 乙邦的发言人 不要在下面鼓动 造成彼此的对立 那首先我们进入主题 我为什么要反对航空城 那主要 我是认为这个计划 的架构非常的粗糟 那航空城对于 在地居民来讲 是一个百年难得的一个 一个机遇 但它到底是百年的转机 还是百年的危机 我们如果说 从我们已经确定 已经审定通过的 832次会议的结果来看 确实它是一个存在一个相当大的危险性 首先从我们要发展的产业来看 以里面的哈木浪当 列了一大堆的所有的产业 大概三百六十五行都进去了 什么都要做 但真的要做什么呢 不知道 看不出来 另外 唯一要确定的是什么 要遵收土地的 要很大的面积 要遵收老百姓的土地 但是很遗憾的 这些土地 通通都是老百姓 安生地命的处所 而且它是要用 违反土地征收条例的规定 最少原则是50%的比价地 他要用40%来征收 我想这一点 连甲方也存在疑问 那另外就是说 市价的部分 既然是市价征收 为什么是由政府的 地价平均委员会来认定 而不是采用市价征收 这是另外一个疑点 按照以前的区断征收的结果 区断征收已变成是 政府掠夺的人民 非常憋裂的一个工具 从 有区断征收的 种种案例来讲 大埔 苗栗的大埔 新北市 的美额市 还有机场捷运烈器等 通通通都是一个讲公益性指之实 然后行掠夺 行掠夺的行为 另外一个就是很遗憾的是说 这么大的一个 这么庞大的一个计划 我们看到了 他的财务可行性计划 居然只是原则上可行 这是很奇怪的事情 今天如果 红海要去并购 并购 并购 Shop的时候 我不相信他的 他评估只是原则可行而已 这么大的一个计划 居然 财务可行性评估 只是原则可行 不觉得很奇怪吗 除了原则可行以外 开发的风险管理 居然总共只有81个字 非常可笑 这么大的一个 财务计划 原则可行 风险管理 81个字 81个字在浓缩的结果 就是修改在宋审 这算是什么样子的一个计划 再来 我们唯一肯定航空城 执行到目前为止的 我认为唯一肯定的 就是说 他愿意先进后签 这是以前所没有的 这点我必须肯定 另外一个就是举办厅政会 这个是以前所没有的 我们必须肯定 可是 很疑案的事 都美中不足 以先进后签来讲 他的安置地点非常的不好 像果林的部分 临近垃圾混乱炉 坑口的部分临近高压电塔 然后 以听政会来讲 他的定位 刚刚一开始 我们程序的时候 我们就已经讨论过了 他的定位不明 而且 为什么附近地区第二起的人 没有纳入本事的当事人 这些是很可惜的部分 另外一个 我们从航空城的结果 为什么我们要做航空城来讨论 我们大家都想公益公益 航空城执行的结果 到底可以带动什么东西 其实带动的就是 2兆3000亿的经济产值 800亿的税收 创造26万的工作机会 这是8324会议里面提到的结果 但是我们来看看这个东西 到底是什么 我们看的结果 我认为它根本就是一个 爱台12项建设里面的一个旗舰神话 怎么说 你计划书里面 电子党第64页里面 他有提到 民国100年值 全国工业产值 全线的工业产值是2兆8千亿 为什么100年 因为你计划书就是以100年当基准 你们参考的数字就是100年 那这样子的结果是代表 韩风整的产值 将创造 将让桃园的产值 整整翻了一倍 将近一倍 另外一个就是说 我们参考第65页 表3至1 我们可以看到民国100年 全线的就业人口数 是819000多人 那那个时候 100年的 桃园线的产值是2兆8千亿 那换上82万的就业人口 每个人的产值是342万 航空城呢 航空城是多么的伟大 2300亿的产值 26万的就业人口 他的人均产值是885万 请问各位 这个是不是一个非常歧见的神话 另外 既然有这么高的产值 政府的税收到底能够收到多少 我们的税收是840亿 2兆3000亿的税收840亿 代表的是我们的税收只有3.7% 3.7%是什么含义 本案跟银行贷款的利息要3% 我们政府的税收只有3.7% 那3.7%小于个人的综合所得税 5% 66% 也小于 零食业的 营业税5% 更小于 土地增值税10% 这非常的诡异 另外 我们再从 第六十四页里面也可以看得到 在100年的时候 我们的工商产值 已经突破了2兆8000亿 桃园县的部分 那桃园县在宾国96年的时候 我们的税收多少 2081亿 那 96年的时候的产值多少 我不晓得 我请你们主办机关 你们自己去查 但是 在100年的时候 我们的产值是2兆8000亿 96年的时候绝对没有超过 绝对没有超过2兆8000亿 可是 96年的时候 税收已经 2081亿 那我想要讲的是 消失的税收到底 跑到哪里去了 如果我们 如果我们以 如果我们以 再讲 10%的利润算是非常一般的行业 那如果稍微有点附加价值 我们可以把它估算到20%的利益 那以这个航空城的估算 它是3D一高的产业 一高指的就是高附加价值 既然是高附加价值 我把它估算成50%的获利 我想 这没有人会反对 既然有50%的获利 代表 这个的利润将近有1兆1500亿的利润 1兆1500亿的利润 我们分配给谁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的土地征收货者 是我们这个案子的受财户 我们可以分到多少 这1兆多的利益 我们完全分不到 26万的就业人口 它可以领到多少薪资 我们一个平均的薪资 一个人5万块 一年12个月来算 总共是1560亿 扣除掉这些 主要的投资者 也就是财团的部分 它可以分得到的是 9940亿以上 那整体的投资结果 我们的收益分配来讲 主要的收益 9940亿加上免税额的部分 给财团的部分 大概是1兆1180亿以上 那我们在地的被征收户呢 能够分得到多少 一毛钱也没有 这样子的计划 既然是国家 以国家的公共利益 为出发点 预期的收的 投资效益有两兆三千亿 它的合理利润也超过一兆以上 却是以标售我们当地的居民 的土地为仇作财源的一个手段 为什么它不是由国家编例预算 而要由当地的居民来奉献 政府告诉我们 航空城将带动台湾的经济发展 具有公益性 可是真相是什么 真相是分配不均 如后财团 一兆一千一百八十一亿的庞大利润 主要都分配给财团了 二十六万的介入人口 能够从中得到的是微薄的薪资 说穿的就是卖命钱嘛 那政府还要再从卖命钱中 抽了八百四十亿的税收 最惨的是我们在地的居民 我们只分辨到无奈 经济发展的结果 都市计划发展的结果 如果不是全民共享 那请问 它的公益性 到底在哪里 我们从整个计划 做一个总省思来讲 喊不郎当的 连做什么都讲不清楚 我就是要低而已 开发的结果又全部都给财团 这是一个非常粗糙的计划 即使航空城都通过了 它的结果是什么 可能就是非常可能就是我们现在科学园区的现况 就是这样子 全部都是杂草 客运园区的现场 很有可能就是航空城的未来 这就是我反对航空城的原因 那至于说 你这个跑道的那个最大效率 要怎么去做 这是政府的事 因为我并不是读航空出来的 我也不可能去了解说 你这个跑道要多长 或者距离要多宽 因为土地你已经取得了 那你已经有跟 那个别人的机场 一样大的规模 那你要把机场进得很短 或者说要进得很近 这我也没办法 对不对 但是你毕竟是政府 你有很多的人力物力资源 你要去做一个最佳化的规划 这个航空站要几个 或者这个跑道要几千公尺 才可以让这个 那个最大的A380 370可以起降 或者说要能够独立起降 这个应该是政府要去规划的 你不要说我这个桃园航空城的这个跑道 没有办法独立起降 这个老百姓哪里会知道啊 你要让它独立起降 这是政府应该做的事情啊 不应该让一个老百姓 为了这个航空城 我还要去 那个研究我们的跑道有多长 可不可以独立起降 我自己的工作都不用做 我每天看你的航空城就好了 对不对 这也太离谱了 这也算合理性吗 所以我就只能找到一些资料说 我们国家的国际机场跟香港 跟新加坡的国际机场面积一样大 一样的两条跑道 可是我们的效益却比人家低很多 这就是我纳闷的地方啊 我们政府 人民缴了这么多钱 养了这么多的人 那为什么我们的效率这么的差 然后现在还要再跟我们要地 如果说你们有办法 跟香港或者是新加坡 不要说一样啦 八成九成那也比较讲得过去 那你现在连六成都达不到 你就又要来跟我们要地 这实在也是太离谱了啦 我是居民代表詹顺贵 我并不是单纯的所谓台北来的一个社运人士 我后面代表的也是有很多很多在地的居民 他们一样在这里有房子有土地 那当然很感谢今天主持人 在这个整个程序上可以主持人非常的平顺 虽然一直我的走后一直有一些呱噪 但至少整个程序上还算平顺 但是今天整天举办下来 我感觉我的脑海里始终 呈现的画面还是只有两个字 就是方谬 为什么是方谬呢 因为我们看到赞成方乙方的代表 一直不断的不断的用有限的资讯 要替我们的官方 要计划要实施这个计划 计划要征收人民土地的官方代表 一直在替他们捍卫他们权利 那我们的这些官方代表 只是很消极的躲在后面 有被问到才上来 才回来回答一些非常的模糊 或者就是说资料不完整的一些问题 这样子的听证到底有什么意义 刚主持人已经提到了 那当然我们的一些声明意义 很多都是在预备听证之前 开始就陆续用书面提出 那只有少部分获得书面的回答 那主持人刚刚提出 当然这些意义 有一些等于最后 我们必须要透过诉讼上的处理 但是我们今天被提醒交通部 你花了我们纳税人四百多万的钱 去做政府采购 采购的律师做在这个地方 今天如果这些程序的瑕疵 最后进到法院就被用程序的问题被撤销 你们要怎么样赔纳税人这笔钱 律师事务所要不要退还这笔钱 这个我希望你们要清清楚把它记在心里面 所有的听证既然是计划实施单位 想要征收人民的土地 本来就是应该由你们站到第一线来 来捍卫你们这样的计划 到底有什么样的正义公益性必要性 来跟人民对话 当然赞成花 他们可以有不同的说指 他们也可以参加你们 他们也有可能有一小部分 跟你们意见不一样 可以换到乙方的这边来 但是怎么会有这样一个程序规划 你们完全躲在后面 就让在地的居民这样撕裂 撕裂这样的情感 等于是在那边对骂辩论 这样的做法你们于心何忍 再来我们提到就是说 他们刚刚赞成花一直提到 这些农地污染的问题 违章工厂的问题 经济不公平 但现在也有所谓的 您能要辅导有一些违章工厂 要让它迁移到合法 但是不管如何 过去违章工厂的存在 其实就是政府机关消极的不作为 才会产生这样的情况 农地污染 难道不是政府机关消极的不作为 谢谢乙方代表的发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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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 puntos 这些病检测